嘿嘿嘿 七点钟 每天早上七点钟就出来挪车子 因为再晚的话八点钟警察就开始贴条了 我现在毕竟停的是马路的边上啊 因为晚上的话我几乎上进不了小区 这个车五米七接近五米八轴距特别长 我们小区里面要是两边停满车 转弯的时候呢就特别特别难 很可能会发生插碰 哪怕我撞了360 反正我目前没有这个勇气 晚上开进小区 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停在路边 然后第二天早上很早起来 再把车挪进去 别人上班的时候车位空出来了 我再挪去 本来我们小区比较旧 旧小区它停车位就比较少 像我这种这么长的车位 也恨不得站在别人一个半的车位 是吧那就挺麻烦的 然后今天准备开进去 开进去以后就办一个停车 小区里面注册吧 停车收费 还好不贵 一个月一百块钱也还好 先停进去再输 好 到了一批工具 买的都是新的 买的水 然后这下面也是改车的一些准备 前期工序 我们说干就干 对不对 应该在拍摄这块 应该是有所调整的 稍等一会 喂 您好 喂 我不过来啦 你叫我先过来呀 我估计不过来啦 我不过来啦 破拉拉是吧 你把微信加一个多长时间 加你一大门就加了吗 我到这家里吧 我到这家里 我车这边有问题 我这 我这边车有问题 对这就是准备和大家说的一件事啊 那个生着急啊 货拉拉 在城市里面有的货车灯 还有一种赚钱的方式 也就是货拉拉 这个呢也是我比较好奇的 我也想去尝试一下 我在网上租车了 今天早上租车以后 他这边电话就过来了 今天已经打第三通电话了 打过来 然后说了解一下 我这款车啊 就是他们所需要的 因为比较大 比较长比较高 它的那个平方比较大 装的货比较多 所以他们非常着急让我过去注册 我说我牌照也没有拿下来啊 他说没事你过来就可以了啊 只要你有那个铃牌 这都行 所以我本来去想去 就是后来又了解了一下 又了解一下 我必须要交一千块钱的押金 半年以后才能退 然后第一个月还得交冲吧 冲它的一个会员 是高级会员吧 五百多 五百五还是五百八 我不记得了 就是接近六百块钱 要冲一个月的会员 你才能够接单 就可以跑单了 然后每公里是按多少钱收的 我不大记得了 但是后来我考虑一下呢 就是我跑货拉拉还得投入到一千五百多块钱 然后半年才能给我退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不太想去尝试了 或者是我先把车先改起来啊 改到一定的程度我再去跑货拉拉 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 是赞成我先跑货拉拉呢 还是现在就开始改车 这是我的车库门口啊 门口到这里啊 其实这个地方要是停我的车就要停好的 就是说出镜啊 拿工具啊 或者喝水会方便一些是吧 门口对门口也好 但是我今天等了一天也没找到这个空位 你看这个车衣都 车衣呢 估计这都长期不动车的主 啊很难很难停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停下去后面门就打不开了 我就不太好整理 我就停在那个地方 也还好啊 也不是特别远 其实我的心已经开始飞了知道吧 心已经飞了 为什么要在之前去注册货拉拉 因为货拉拉很多拖都是重货啊 也不知道什么货 对不对 有可能会把这个 我看看 会把电话 会把这个车内啊 就会弄坏 不管是软饰啊 软装饰啊 还有包括这块的这个挡板啊 都会弄坏 就是按照正常的货拉拉接货的话 他们为了爱惜车以后后期还会卖 因为这个车原来就是跑货拉拉的嘛 他们在之前呢 像这种板子啊 他们会换掉换成那种铝板 啊铝板就是耐磨的 然后这个轮骨啊 它也会做一个保护 这样呢 在后期二手车卖的时候 它会卖的一个好价钱 然后顶棚可以不用换 所以它顶棚你看 这特别脏 你看这里的画痕啊呢 这估计很多硬物什么的刮 刮蹭的 这板子 都特别脏 这原来就是跑货拉拉的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想 在就是在改造之前 就跑货拉拉的跑 跑段时间去摸一下 到底赚不赚钱啊 一天赚什么钱啊 是吧 去了解 就像跑美团一样的 了解一下嘛 我就很纠结 不知道到底是先 注册货拉拉的 还是就先开始改 改房车 但是我还是非常迫切 就开始 准备这个改车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准备上手了 我本来前提是想 把这个简单的和地板 简单的做一个改造 然后就可以摆摊呀 或者是 为以后改房车做准备 知道吧 这是我想的 所以呢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聊聊天吧 因为早上忙 货拉拉注册 然后包括收货 半天也都过去了 所以跟大家聊聊 明天到底该怎么办啊 给大家选择一下 到底是跑货拉拉还是 开始 改装这个 房车 也不叫房车吧 后期跟人讲 问什么不叫房车 前两天这个视频买了以后 大家好像关注的还蛮高的 大家都还蛮期待啊 这个车怎么改啊 或者是 改成房车呀 但是 我觉得大家好像一直想的是改房车 或者想象中的那种one life的风格 其实我和大家讲讲 我这款车 肯定和大家想象中 要改 要改出来的样子还是会不同的 因为海外那种one life的那种风格 它都是一个密闭的货车 是没窗户的 它们可以在窗户上开窗啊 或者是不开窗啊 就是根据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海外的那种 车子改装的那个度 啊度比较大 当然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法律法规什么的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这边呢 它是有很多 规矩要讲的 像 我们这种叫客运 客运 还属于客运车吧 就是蓝牌C造的 它还是属于客运不属于商运 所以呢 你不能够怎么乱改 我没有带那个证 不能乱改 以我目前了解的一些知识面啊 就是在我们国内改 房车 嗯 你只要注意几点 就还 还行吧 反正国内也不叫改房车 应该是改床车吧 你七座的 你车内就必须得七座 哪怕你 放着不做 你必须得保持是七座的 嗯 所以很多脱货的 跑货拉拉的那些人啊 他比如买个七座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 像这种座椅 它是不能够 不能够倒下来的吧 啊 他们就会买那种折叠的 很小的那种折叠的 靠在边上啊 靠在两边 这样子就不会阻挡 他们就可以脱货 所以这个宗旨 掌握好啊 七座的不便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屋檐 啊不是 窗檐 就是你在车内改装的任何柜子啊 什么的 不要超过这个窗户的下沿 然后上面 有很多那个one life上面要打柜子吗 是像家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个柜子上面啊 不能够 超过这个窗户的上沿 就都还 没问题 反正就是不要遮挡 遮挡窗户就还行 这是我了解的一些相关的 就是国内广 就是在车内里面进行改装的一个最大的尺度 其他的你就不能改了 你知道超过窗户什么的你就 就就就就就 就比较麻烦 我买这款车为什么那么迫切去买 其实不是一时冲动 其实在租这个车库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 租下来以后我来 做自己的一个仓库 其实之前就有预想 只是没有实施 因为 找二手车呢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不像新车 你去了就能买得到 这要碰对不对 所以在上个多月我就已经开始 跑二手车市场 然后加了很多二手车的微信 然后他们会经常的去发布 有收了什么车呀什么的 我就会尽量的看 我在之前 所关注的呢就是 两个指标吧 第一个指标就是五座 你必须是五座 前面三座后面 后面一个两座 这样呢 从这里开始后面的 改动空间就非常的大 但是还是买了个七座啊 为什么买七座呢 就是说的自动党 对这是最主要的 我观察了一个多月 几乎上柴油车这种拉货的 都很少有自动党 因为大家买那个货车 跑货拉拉什么的 他们都是买的手动党 因为手动党会便宜一些 是吧 其实这款自动党 其实也是个假的自动党 我这两天开了以后 我也感觉到了 感觉到这款自动党车 开起来特别的难受 我之前说这个跑了十万多公里了 这个挡霸都磨掉 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一般手动党会频繁的去换挡 对不对 哪个自动党会频繁的去换挡呢 它为什么会磨成这样 我这里通过这两天开 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 因为像柴油车或中大货车 它二挡可以起步 而这款自动党它是从一挡开始起步 它一挡就开起来 变二挡它就会有一个瞪挫感 一挡换二挡 二挡换三挡 三挡换四挡 就这样子 人就这样来回的瞪挫感 就做的特别不舒服 所以我估计前车主 他就把它变成一个手动挡的变挡 所以造成的这个挡霸磨损比较严重 我这两天其实也在开手动挡 买这款车想法是特别好的 就是为了改房车 改自己心目中的one life风格 哪怕达到自己的一个工作室 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但是买完以后 后续就开始紧张 因为改车对我来说是 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看的那么好看 也是要付出很多的 你需要了解水电木工 是吧 一定的那个机械 电焊啊什么的或者切割啊 是不是 这个都需要有一定的基础 而我没有 所以说现在就有点抓瞎了 就是 洋野一抹黑这种感觉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昨天 几乎上就在网上套着该如何去改 而不是看怎么改 而是看更具体的 这个拆了以后怎么办啊 是吧 这个座椅下面该怎么改啊 这个比较细致的 就越看越害怕 越看越心里没底 那种喜悦就没有了 但是我今天 我相信啊 只要我感兴趣 我愿意去学 我愿意去摸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去买一个二手车来改的原因 二手车你改造钻洞什么的破坏 哪怕还不了元 我觉得不心疼 你要买一个新的 你说你 接近20万把它重新拆了去改吗 我反正做不到 我做不到 所以我才买一个二手车来折腾 捏捏手吧 说白就是捏捏手 这是一个大工程 我觉得我掉进去了 掉在这个深坑里面了 所以摆摊系列 我估计可能会延期吧 可能不知道会延期到什么时候 因为这个不是一会儿两会儿都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想今天和大家想说的事 大家觉得 我是继续跑呼喇喇的 还是就从明天开始就开始改装 我的导向 可以由你们决定 好吧 你们可以投票 然后决定明天我们该干嘛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捞到这吧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要行的话 明天我们就开始 OK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